哈喽各位好,欢迎来到玩转手机摄影,我是哲鸿 在春节期间,我们总是会不经意的拿起手机来记录身边的美好 那今天我想分享给大家几个简单又好玩的拍摄技巧 就是安卓阵营里面的时光漫门 我以这部华为MX40 Pro为例 这个功能叫做流光快门 可以看到在流光快门中有四个模式 车水马龙,光汇涂鸦,吃涓流水,旋律新轨 拍摄这一类的慢门摄影啊 我们首先得准备一个三脚架或者八爪鱼支架来固定拍摄 因为再无情的铁手也无法保证长曝光的时间不胡偏 时间流水功能可以将流动的画面变得舒滑瓶颈 越长的曝光时间拍摄出来的效果就越好 还可以使用超广角镜头找到一些镜子的物体来作为前景 拍出动静结合的感觉,这样的画面就更有层次感 也可以使用长焦镜头压缩简化场景 这个功能除了拍水,我们还可以拍摄任何可以流动的画面 比如在云彩的飘动时可以拍摄出这种拉丝高级的效果 在一些景区太多游客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功能来消除游客 在拍摄测水马龙时要找到车流比较多的地方固定好手机 使用测水马龙功能直接拍摄就可以了 然后还可以利用这个功能来拍摄一些动静结合的图片 而在平行的视角下车轨会有很好的透视效果 也可以拍出这种近大远小的动感画面 不过要注意的是要避免在光线直接造势的地方拍摄 不然就可能会出现过曝的情况 拍摄光辉涂摇我们需要准备好任何可以发光的材料 比如灯瓣,手机的闪光灯,或者是这种可以点燃的干丝棉 选择在无其他光源干扰的空地拍摄 固定好手机,用我们准备好的光源绘制图案 直到成型之后就可以结束拍摄 在绘制数字或者文字时要在字体的连接处用手织挡光源 不然移动的灯光轨机也会被记录下来 由于成像原理是镜像的 我们只需要在相册里将图片进行镜像方转就可以了 同时还可以利用身边的各种道具来拍摄出更好玩的照片 具体可以看我们这一期的光会摄影的内容 在拍摄星馗时要找到光污染较少的地方 比如我们上次在甘肃的永泰古城 当时的环境就是伸手不见五指 抬头就可以看到满天的房心 在拍摄时要找到一个好看的前景 增加画面的层次感 然后用三角架固定好手机 使用绚丽星馗功能直接拍摄就可以了 一般需要一个小时以上才能拍摄出比较好看的星馗 在这个过程要避免其他官员的加入 比如当时我拿着手机从旁边走过去也会被记录下来 好在问题不大 后期修补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这些漫门拍摄的手法在当反上是通过长曝光的时间来拍摄的 如果没有ND剪光镜的话 画面将会是完全过曝的 其中的过程复杂而且防锁 而手机的流光快门功能则是通过算法来完成的 给到我们其他便利的同时还大大降低了学习的成本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玩色分享的全部内容 希望本期内容能给你带来一点小小的帮助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不妨给我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